《五花八门乱七八糟》 这一条很重要是对人事制度的整顿 因为这是针对五十天以来 人事制度被破坏 被破坏你看人事腐败就表现在这里 你以认人为亲 你皇帝用你的亲戚 那下面的百官也用自己的亲戚 是吧 省长就用省长的小舅子 那县长就用什么 还有这种打白条 你上面打的白条 下面一样打 从上到下 还有第五条 说近来这个宁性观太多 这个是很要命 这个全大的 全超越于制度 所以下面的人就得看官员的脸色 你看他的脸色 这两个字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对不对 马屁拍得好 那么就有你的好处 就有官给你当 所以拍马屁的人 是那种最没人品的人 什么马屁都拍得出来的 所以就叫做宁性 这种人 是这个仗势欺人 靠着皇上 靠着大官 以为靠山 所以呢 他除了他的主子以外 那是很坏的 无法无天的 像这种人 他说 如果他们冒犯县纲 命性如果冒犯县纲 敢于犯法 敢于违犯举例 不仅是法 县是法 纲是举例 违规乱级 要通通都把他们罢免 而且是他要来干 说成请刑法 他要来执法 把这些人给清除出去 这个是不能乱封关 这是不能用小人 不能用小人 第六 第六条 是豪家妻礼 有钱人 豪门 亲戚 这一种人 有的是钱 所以 行贿 叫做贡献求妹 所以 属于这种 贡献求妹 送红包的 用钱来施政 不管他有多大 从公卿 一直到地方 大园 都不可以 都必须禁止 怎么禁呢 他提出来 除了正常的国税 就是朱雍 调以外 这贡献求妹 这些官员 把大量的 国家的东西 国家的钱 当作私人的送礼 到处去打点 打点 他没有钱怎么办 他就会在税外加费 巧立明目来收费 就出现了正常的税以外 大量的费 一个时代 一个国家 如果费超过税 他的财经制度 一定不会好 一定不是什么好的时代 这不可以的 所以现在要求禁止 除了正常国家法定的 朱雍调 除了朱雍调以外 都不可以 在收什么费 这个是从根本上 把它解决 你不让那些人去 税外收费 他就没有地方去收瓜 没有地方收瓜 就没有办法干这种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财政 税收制度的改革 按依法收税 依法收税 不能无法乱来 第七条 是什么呢 第七条主要是 进 寺院道观 寺院道观太多 大兴土 中国的宗教 唐还算是好 我们看唐朝 到五帝灭佛以前 很多的和尚还是具有很强的宗教使命感 你看像玄庄这些人到印度去求金 求福法 试图把印度的那些福教的原点 福教的思想把它导入到中国来 对中国来说很重要 我们看到中国的整个思想的发展 思想史的发展 中国从来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彼岸的世界 你看到中国本土的思想 有哪一个哪一家谈到彼岸世界的事 没有的 是吧 唯有一个道家是吃仙丹 不死永远不会死 没有一个彼岸的世界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宗教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中国的文化里面 它的理性的逻辑性的思维是比较弱的 所以到今天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经常也很随意 动不动 讲到世界有什么好的思想 先进的科技 我们马上就说 我们中国早已有之 古已有之 对不对 自古就有了 不信你看 周易就翻出来了 六十四卦 阴阳什么 哪一个思想没有 都有 但是你仔细一看 中国成一种系统性的 整个具有逻辑系统的 整体的思维 是很剥落的 某个问题的片段是思维 思想火花 雷鸣闪电般的思维 这种是我们的强项 所以中国的整个思维是偏感性的 而不是偏理性的 你看看中国能不能出一个像黑格 就像理性思维的典型的人物 像康德黑格这样 他把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一个全面的逻辑推理 最后他认为存在一个理性的世界 终极的理性 用一个逻辑 用一个体系去证明它 没有的 这不是我们的擅长 这个不是个优劣的问题 我们的思维没有这种习惯 所以你看中国的文章 中国是一个什么 散文的国度 诗歌的国度 中国人写散文 写诗歌 写得非常的好 只有今天 大家都忘记了 跑到什么英国去 跑到外国去找诗歌找散文 其实我们写的比他们好多了 自古以来 中国散文就是独步世界的 可以说是写得最好 哪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都绝对是一流的 情感书法的 写意境的 这个都是我们的强项 文章要写得好 散文写到论说文 怎么写得好 中国强调是什么 大气磅礴 大气磅礴 很多都是语言偏激的 它不是一个逻辑推导的过程 而是一种文章的气势 压倒你 最经典的论说文 秦汉时期 你看像过秦论 是吧 一开始秦王扫六合 你看多大的气势 秦始皇扫六合 天下一统 最后怎么怎么 讲到半天 说了半天 最后秦朝就崩溃了 崩溃了什么 仁义不思 最后接到一个结论 为什么仁义不思就会倒呢 没有 是吧 所以我在讲随时的 我就说了 我们中国人经常会威严耸听 对吧 腐败必将灭国 必将亡党亡国 我就给你讲一个随时 从来不腐败 不是亡党亡国 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系统性的说明 方方面面 因果关系都证明 没有 这不是我们的强项 大家都把过情论认为是中国最好的论说文 但是你如果从逻辑这个角度去看 它有几分的逻辑推导 没有 所以这一种文化 在佛教进来 马上就显现出来 很多事情是要通过比较才能发现的 没有比较 谁能说出自己是什么特点 哪个人告诉我他的特点是什么 没有 你是和别人比较 我和他比较 我就说我有特点 我跟他不同的地方 所以佛教进来就把中国这种 整个思维的这种特点就显现出来了 佛教来自印度 印度是一种印度逻辑性的思维 佛教非常讲逻辑的 为实 英明都是一种印度逻辑 和希腊罗马那个逻辑不一样 但是也是一种逻辑 印度的逻辑 印度的数学都非常好 数学好的 数学好的民族都有很强的逻辑推导 所以数学系读到最后是没有数 数学就是用数作为一种逻辑的运算 逻辑的推导 你满脑子都是数 那是中国数学 中国数学的强项是什么 计算 那是非常好 数学里面 计算数学 中国从来不落 但是那一种 像哥德巴赫猜想那一种的推导性的 中国不是强项 印度是数学跟逻辑比中国明显要强的 它是另一种文化 它一进来 我们就看到 挺有趣的 你们去读读当年儒家的中国的世人和和尚的对骂 这佛教兴盛了 我们看的不顺眼 我们有传统文化 我们有儒家思想 干嘛要那种和尚 头还剃得光光的 看了就不顺眼 开始嘛 所以要禁福 为什么要禁福 你看 头剃光了 像难看吧 这个说 神面前 佛面前 人人平等 不就没大没小了吗 无尊无卑 无父无母 这就乱了人伦了呀 没有人伦就是禽兽呀 因此呢 佛教就禽兽不如呢 禽兽不如怎么能行呢 要求禁止 这就是中国的论说文 所以人家和尚要反驳呀 为什么神面前平等 父母是父母 对不对 敬爱父母 跟人格平等 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每个人信仰一个 至高无上的神 是我们不可逾越的神 所以在神的面前 我们只是人 既然我们是人 那么人都是平等 一篇一篇的反播的文章 真是播得我们那些 论说文 哑口无言 这文章都收 收在这个文集里面 你们可以去读 所以这以后 中国的士大夫开始学 原来是要有个逻辑推理的 你在看 你看这个唐朝散文里面 最经典的大家是谁 韩语 韩语写的文章跟过情论比 保持了原来中国散文的风格 那种气势流畅 但是增加了逻辑的推理 什么诗说呀 为什么要尊诗 他告诉你呀 以前就说因为他是老师嘛 他站在台上嘛 所以你就得尊重嘛 不如人家诗说告诉你 所以韩语就讲 诗不逼嫌疑弟子 对不对 站在台上 我书读得比你们少 我也不羞愧 弟子不逼不如诗 不要坐在下面 自残行贿 好像都不如老师 没有必要 有一整套的推理 最后大家读得觉得很好 是吧 和以前的文章明显不同 受什么影响 其实受辅教的影响 辅教这种逻辑 但这个仍然不是中国人的擅长 所以你很难在中国的整个古代 找到一个像康德 像黑格尔 哪怕很感性的后面的尼采 到后面这一线的这种哲学家 那种整层体系思维的 这种不是中国的 所以我说唐朝还比较好 寺院道观还尽量想把 外来的优秀的文明移植 到后来灭伏以后 灭伏以后这些书都给烧了 中国的政客 别的本事没有 烧书跟践踏文化 是我们的专项专利 反复出现 从秦始皇以来 不停地在烧书践踏文化 所以这一次的灭伏灭得很彻底 伏教的书基本上给烧过 烧了以后 最后出来的一个什么呢 等到这个灭伏运动过了以后 中国的伏教就变成中国式的伏教了 那就是禅宗 中国的禅宗 现在讲伏教史的人 很喜欢把这个禅 一直往前追追追追追 追到达摩 达摩的师父是谁 释迦牟尼 追上去 所以倒过来讲中国禅宗史 就从释迦牟尼再往回倒 倒到达摩 最后遇到禅宗来 这些追导是没必要的 你不能说 不但出了一个思想家 比如说未来出一个思想家 那追追追追 因为他是复旦的学生 追追追追追 因为他听过我的课 因此我就是他的主师 这两回事 对不对 元当然都在复旦读过书 不能这么追过去又追过来 这个禅宗就是中国的 思想源头当然是释迦牟尼 从释迦牟尼的那个经里面 东起一句 西拼凑一句 乱七八糟拼凑在一起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那个创始人就是没文化的 他不懂文字 会能 不懂文字 我不是在批评他 说他陈思迪 他绝顶聪明 不是什么人能超越的 绝顶聪明的人 但是他不懂文字 所以师父一看 不懂文字 烧饭去 在厨房里面烧饭 听着外面念经 替那些师兄急 他都听懂了师兄还没听懂 最后今天听一句 明天听一句 把他拼起来 他弄了一部 也不知道是哪个弟子替他记下来的书 叫做谈经 谈经这本书很值得一读的 前面一半 骂师兄怎么蠢 先讲一个师兄怎么蠢的历史 后面一半就开始 他听来的福经 所以他听来的福经 他自己形成一个系统 他自己把它打通了 所以这一个人 真的像金庸小说 那个侠客行 不懂武功 结果看到墙壁那些磕德文 武功高手在那看都不对 这招式怎么这一招 变那一招都看不对 只有那个不懂武功的 看到那个身体动一下 那个看来又动一下 最后就打通了 武功 巨高 没人可以超越 这就是典型的慧能 东听一句 西听一句 最后自己把它贯通 贯通以后成为 他讲的就是一种 动物只指人心 不立文字 因为文化不是他的擅长 你叫他立文字 那不是强人所难吗 只能不立文字 以心传心 告诉你 佛教精髓在哪里 其实说透了 就我们现世来说 佛教要告诉你的话 说了半天就两个字 解脱 仅此而已 你不明白这一点 你就读不懂 为什么 释迦牟尼死的时候就说了 释迦牟尼讲法49年 没说过一句 所有的经是因人说法 对一个聪明人 聪明人说法 对一个不懂文字人 不懂文字的说法 对一个农民 农民说法 说了半天 告诉你 你要放得下 不要斤斤计较 不要小心眼 什么都去计较 你活得累不累 你要不停地从这里面跳出去 你超越的越高 你做的事业就越大 所以像谈经里面 这个慧能很聪明 他讲了一个什么呢 天地有多大 就是你心有多大 以前我们总是骂 唯心主义 天怎么跟心比 心就这么小 就在这里 但是你想 你的世界有多大 西方人说了半天 我们都喜欢 都西方人说 对 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 就是心有多大 天地有多大 比他说的还透彻 你这个人就是个小心眼 你这个人跟人家 就是斤斤计较 你情商很差 智商很高 也没用 你永远做不大 所以说了半天 就是解脱 慧能就在这些关键点上 他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带弟子 你叫他像释迦牟尼 那种文化人 从头到尾 逻辑推导 讲一套 为什么要解脱 他讲不来的 他就告诉你 不要讲为什么 就是要解脱 就顿悟了 所以中国走到慧能以后 禅宗以后 整个福教大变样 就是中国化的福教 所以这个我觉得 宗教史没有必要 再从这里一直追到达摩面 必再追到释迦牟尼 这是两回事 从此中国福教别开生命 别开生命 因为这个和尚不是个个都是慧能那样的接触人士 有很多人 剃了头以后就顿悟了 顿悟了干什么 保时终日 没事干 盖寺院 一个一个大庙盖起来 所有寺院都是钱 而且呢 它是不能再生产的钱 投进去就没有了 所以这样子对国家的负担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姚崇提出来事愿太多 事关太多 以后呢 不能再理了 甚至要削减